大概2000塊左右 對 你是不是以為我會要你看到影片最後再告訴你多少錢 這是我的後台 然後點這個月份可以看到半年內收益 9月是1523 這邊都是用現在匯率換算成台幣的金額 10月1898 11月1737 12月1885 然後上個月感覺暴增一波有3115 這邊我覺得主要是遊戲公司有下廣告 導致我頻道那個少女戰爭的攻略影片流量增加 所以可以預期如果停止下廣告之後 遊戲影片的流量也會跟著下降 那我發現這件事情之後當然是趁勝追擊啦 這兩個禮拜都週更遊戲攻略 所以這個月也有2000多了 然後上個月我朋友在數萊寶那個影片有抖內給我70塊 那個也算一月份收益 所以一月又多了一點點 大家知道YouTuber要1000訂閱加4000小時的觀看時數才能申請盈利嗎? 所以2000訂閱等於是過盈利後的一個坎吧一個小坎 那當然有些頻道也是一下就破萬訂閱的 我這邊就是溫馨小台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最小型的YouTuber可以賺多少 那最後是分享一下我頻道的瀏覽次數 上個月影片5萬多 短影音10萬 也就是說以一月數據來算的話 大概是總合15萬瀏覽可以賺3000台幣 當然如果你是做長影片就是8分鐘以上那種可以插入片中廣告的 大概只要3到5萬瀏覽就可以賺3000台幣了 所以是要看頻道的片長和題材 每個題材類型的廣告商給的金額也不同 所以是僅供參考啦 那記得按讚訂閱喔 感恩拜拜 拜拜 by bwd6